你好 我叫阿英格 您已经经历了一半年 工作在英语歌曲 您如何发现英语 首先法语 你觉得听着特好听 学起来真的不是 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别人唱的时候说 那么的浪漫 我觉得我应该要唱这个 还行 没想到 它比你想象的要难多了 你想英文字母 你什么我就读什么是吧 但法语它不一样 有些那个S也什么你都不能读 什么C也什么不能读 你这个很混淆 然后还有一些发音它不一样 这个是就是我觉得挺难的部分 作词 作词 你已经唱《Dans de Cathédral》 跟Richard Charest 您的意大利亚的舞台 首先很荣幸能够跟李查一齐在台上合作 对我而言是很好的一次学习 其实在那一次我们俩合作完了以后 我又跟她请教 因为我要演唱世界之王 我要一个人要完成那么多段的那个歌词 那我是一半我是会的 那还有那么两段我是不会的 我就请教了李察 那真的是一句一句的交往 法语音乐剧 就法国音乐剧有自己的 独特的魅力和味道 因为法国有太多牛的音乐 在下特别标西啊等等 但这些灵魂吧 就所谓的最好的东西 用在了现在的法国 现代的这些流行的音乐剧当中 我觉得真的是 还是有自己的法国的味道 有本土的味道 有本土的一种诗和它的文学的表达 所以这个是我特别跟白老汇 和伦敦西区完全不一样的 它在欧洲自己独立出来的一种 一种音乐剧的模式和风格 相对而言的话 我认为中国音乐剧 要是发展的一个方向的话 可能更多的可以借鉴一下法国的 因为我们其实中国人民也是很喜欢 走这个浪漫 尤其是法语音乐剧在中国 当时这个巡演的时候 就是给我都震惊了 你说我们除非是一个特别大的 我们自己的偶像 偶像的歌我们可以大家齐唱 但是一个法语音乐剧 大家可以齐唱 在中国的土地上 所以说 我们还真的是可以借鉴 他们好的音乐 他们好的传承的东西 就是有很多中国音乐剧人 还在为中国音乐剧的努力 我们会所有的中国音乐剧人 到国际的舞台上 看到真正的我们的自己的浪漫主义 原创本土原创音乐剧 您想到这期节目的《法语音乐剧》 哪个场合作者 您想到哪个场合作者 希望有好的作品 好的作品 当然好听的歌 因为我跟法语的这个结缘 也是因为音乐剧 也是因为歌 所以能够有更多的人 去学习这个法语 《反正的歌曲》 《语音乐剧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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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Vielen Dank.